屬牛的朋友 在2021年犯本命令的太歲 運程不太順利,變化亦較多 再加上吉星的力量微弱 所以異樂心理準備今年是比較辛苦和困難 而且犯太歲的新潮一般都容易比較多變化 但這些變化多數是弊多於你 所以建議在每一個轉變上高三思而後行 希望將傷害性減到最少 建議屬牛的朋友可以涉太歲 希望可以得到太歲的眷顧和庇佑 令自己運勢得以穩定一點 屬牛的朋友在工作上高得到一顆華蓋星的照耀 如果做的工作是從事創作、設計、藝術等行業 今年的思維會特別敏銳 才華容易得到貴人的欣賞 可以突顯到自己的優勢 所以不妨努力發揮 但如果工作上高要經常接觸到力氣 譬如陶宰、廚師等類型的公眾要非常小心 受到空星、劍風星的傷害 今年容易被利氣所傷 甚至身體上會危險 所以必須要小心謹慎 屬牛的朋友 2021年的財運由於受到黃帆空星的影響 今年的金錢容易會有被欺騙的情況發生 譬如信用卡被盜用 或者電話詐騙等等 所以必須要提高警覺 屬牛的朋友 2021年由於受到犯太歲的影響 在感情上高容易會是崎嶇 不太順利 拍拖的朋友 今年容易會多問題出現 問題容易會是小事化大 和對方的距離好像越來越遠 所以必須要好多溝通和飲養 希望可以順利過渡到這一年 而未有拖拍的朋友 就不要過於強求 保住隨緣的心態 那就算了 屬牛的朋友 今年在健康上高 要留意情緒上高的問題 受到空星、破碎星的影響 思維會比較混亂 情緒會動蕩不安 會有突如其來的負面情緒出現 會令自己產生一種彷徨不安的心情 但往往這些都容易會是小事化大 甚至無中身有的心理病 所以要保持正面樂觀的心態是非常之重要 同時更加要做多一點令自己開心的事 希望將這顆破碎星帶來的影響一掃而空 好久了 屬府的朋友 在2021年的整體運勢只屬一般 由於對自己有助力的吉星不多 所以各方面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辛苦經營 今年沒有貴人的幫助 亦都沒有太多的幸運色彩眷顧 所以必須要努力去密密耕耘才會有回報 但慶幸的是傷害自己空星的力量都是微弱 所以今年不會有大麻煩和損失 屬府的朋友 今年在事業上高得到太陽吉星的照耀 太陽是一顆和男性有關的貴人星 代表工作上高容易得到男性的欣賞和提攜 如果上司或客戶是以男性為主 就非常有利了 屬府的朋友 今年感情紅連聲動 今年的感情生活可以說多姿多彩 之前未有拖拍的朋友 容易會有拍拖的機會 所以要好好把握 拍拖的朋友 如果感情已經穩定 不妨可以考慮今年拉上天窗 屬府的朋友 在財運上高由於受到劫殺空星的影響 劫殺是有破壞損耗的意思 輕則破財嚴重的 會有被打劫的可能 從而令到自己身體受傷害 所以今年盡量不要走一些偏僻陰暗的地方 盡量保持提高警覺 希望可保不失 屬府的朋友由於受到晦氣空星的影響 個人會比較立滿 心情會比較敏鎮 只不過只是心理病 建議找些笑片看看 又或者約朋友出去聊聊天 就可以將這些負能量減弱 屬府的朋友由於去年 2020年受到犯太歲的影響 所以去年的運勢會起伏不定 而在2021年雖然脫離太歲的干擾 但今年的運程也似乎是動盪不安 甚至乎有些熟兔的朋友 會比起往年更加辛苦和艱難 所以要有心理準備 今年好像農夫播種那麼艱辛 各方面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需要小心為上 屬套的朋友 在事業上高今年沒有吉星的照耀 所以工作上高是比較難得到貴人的助力和扶持 很多時候要花很多氣力、心機、時間才可以完成 甚至乎努力完之後都好像得不到其他人的認同和肯定 但又不需要洩氣 謹守崗位、積極努力 最終都可以安而過渡到 但今年並不是一年適宜轉工的年份 因為今年的工作運勢比較弱 不論在原有的工作崗位 又或者去到新的環境都會有懷財不育的感覺 不能夠將自己的優勢好好地發揮 所以如果想轉工的朋友 必須要三思而後行 熟套的朋友在感情上高 沒有吉星的照耀 亦都沒有空星的干擾 感情是處於比較平淡的狀態 拍更多的朋友 可以用風平浪靜、平平穩穩來形容今年 而今年並不是適宜結婚的年份 所以還是拍拖才穩陣 沒有拖拍的就不要過於強求 隨便便 熟套的朋友在健康方面 由於受到桑門空星的影響 所以盡量不要探病問桑 否則會令到自己的運勢低落 同時要多點留意家人的健康 因為家人的小毛病也會較多 再加上災殺星的干擾 今年容易會有無妄之災 危險的地方盡量少去 劇烈的運動盡量少去 各方面都要提高警覺 就可以減少身體上高的問題 熟龍的朋友在2021年得到多顆吉星的眷顧 運程走勢零力 再加上越得貴隱這顆強而有力的吉星照耀 所以縱使遇到任何困難挫折 都可以逢空化吉迎刃而解 熟龍的朋友在攝上高得到太陰吉星的照顧 如果工作上高的上司或客戶 以女性為主相對來說是比較有利 容易得到他們的欣賞和認同 自己會備受重用 但是同時今年也容易惹是非或口洩 自己容易會在無心之失的情況下說錯話 表達錯誤而招惹麻煩 不過只要多做事小說話 言語謹慎 當其他人說是非的時候 盡量不要加插自己的意見 就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誤會 熟龍的朋友在財運上高由於受到灌索空聲的影響 容易和人在金錢上高有爭執糾紛 所以盡量不要做擔保 借錢給朋友都要小心些 容易會有借無還 而在工作和投資上高的合作更可免則免 否則如果不然錢又賺不到 還傷害了大家的友誼 熟龍的朋友在感情上高今年處於無風無浪平淡安穩幾一年 不會有太大的感情昇華 亦都不會有惡化變壞的情況出現 所以今年都是以事業為重會比較適合些 熟龍的朋友在健康上高由於受到勾繳空聲的影響 手腳容易會受傷 摸摸摸柴的情況會比較多 經常如果做劇烈運動 例如喜歡跑步 馬拉松的朋友在做運動前 最好做多些拉筋或舒展熱身 希望將受傷的程度減到最少 2021年屬蛇的朋友 今年的運勢非常順暢 各方面都得天獨口 穩步向上 受到很多強而有力的吉星拱照 氣勢如紅 貴人處處 可以說是豐收的一年 屬蛇的朋友在事業上得到角印吉星的眷顧 有利從事管理階層的朋友 因為角印代表皇帝的玉璽 以為今年容易得到更多權力 而權力會更加鞏固 再加上三台吉星的幫助 有步步高升的意思 有利各行各業的朋友 容易會有晉升的機會 其次如果從事手作行業的朋友 譬如工匠 嬌黑 摺紙等等 這些類型工種的朋友 今年的作品容易受到其他人的欣賞和認同 所以要多加努力 屬蛇的朋友今年在財運上高得到福星的照耀 福星是一顆小的吉星 今年容易會有抽獎運 所以不妨多些參加抽獎活動 又或者買綠合彩 甚至約朋友出來打麻雀 玩啪牌 希望會有所斬獲 屬蛇的朋友在感情上高 由於受到五鬼空聲的影響 拍拖的朋友容易會對另一半的信任度不足 而深山暗鬼 經常覺得對方好像有些事瞞著自己 甚至乎懷疑對方不忠 導致兩個人經常爭拗 其實只要大家多溝通 坦誠相對就可以把這些問題減少 再加上子貝星的影響 容易會被另一半的親戚朋友批評 甚至乎惡意中傷 所以要對對方有信心 避免受到其他人的干擾 而影響到大家的感情 屬蛇的朋友在健康上高 由於受到天哭空聲的影響 今年情緒不穩定 心情會落幕悲觀 容易思想過多 甚至乎轉流過尖 所以要好好的調教心理狀態 多些約朋友出來聊聊天 開心一下做些開心的事 盡量保持心境開朗 希望將這些負面的心態減到最少 屬馬的朋友 上年2020年由於受到梵太歲的影響 所以各方面都諸多不順 反反覆覆 而今年可以稍為放心 因為相對往年 今年的運勢比較穩定 而且有向好的跡象 得到越得吉星的照耀 從事工作上高或生活上高 遇到困難或挫折 都可以逢空化吉化險為宜 同時如果遇到問題 可以嘗試找身邊的長輩幫忙 問題自然會迎人而解 送馬的朋友 在工作上高 今年比較有利從事廚房工作的朋友 得到天廚吉星的照耀 自己的出品容易得到客人的欣賞 所以不妨多些參加一下廚藝的比賽 又或者設計多些新款的菜式 說不定可以獲獎 甚至乎會出名 而今年的個人吸引力特別旺盛 容易得到其他人的注意 有非常好的人緣 所以如果做的行業 是跟人際有關 譬如公關、sales 或者娛樂圈等等 這些行業的朋友 是特別有利的 送馬的朋友 在財運上高 有顆小號空聲的影響 今年容易會有少少破財的情況出現 但是往往這些所破的財 很多時都是跟吃喝玩樂 風花雪月有關 譬如多了跟朋友出來應酬 又或者用多了錢在異性身上 但是又不需要過份擔心 因為這顆只不過是一顆很細微的破財星 傷害性不大 只要自己稍微節制量力而為 就可以將這顆破財星的力量減少 屬馬的朋友 今年有顆咸池桃花星的出現 咸池是屬於一顆不正的桃花 亦都代表各眼雲煙 捉緊不到的霧水情緣 拍拖的朋友千萬不要心多 因為今年容易會有誘惑出現 所以要好好處理 以免影響現有的感情 而未有拖拍的朋友 今年容易會有拍散拖的機會 但是如果想找真因緣 今年不是時機 屬馬的朋友 今年健康會有走下坡的跡象 小毛病會比較多 還有要比較小心跌碰損傷的問題 其次如果有長期病患的朋友 就更加不要疏忽 因為如果處理得不好 會有惡化的跡象 所以要小心提防 屬羊的朋友 今年受到碎破星的影響 碎破是犯太歲的一種 而且傷害性亦都會比較大 加上今年沒有什麼吉星的照耀 所以是處於比較動盪的一年 因此要有心理準備 是比較辛苦 而且變化是比較大 很多時候問題會接種而來 問題解決完一樣又一樣 好像沒如沒了一樣 再加上 范太歲會令到自己的思維不夠清晰 容易會做錯決定 所以必須要在每一個重要決定上高 三思而後行 多些聽別人的意見才行動 希望將傷害性減到最少 屬羊的朋友 由於范太歲的關係 今年工作上高會比較辛苦 壓力大 做什麼都好 都好像力不藏心 縱使自己花很多氣力去經營 都好像事不如願 再加上受到月殺空星的影響 如果工作上高經常不 要接觸到女性 就更加要小心和注意 因為女性會令到自己有傷害 自己容易會在無心滋失的情況下 對她們有所得失 甚至乎容易會招惹麻煩 屬羊的朋友 今年在財運上高 受到大號空星的影響 財運的起伏會比較大 容易會有大破財的情況出現 而且 往往這些破財 是意念之外的財 譬如裝修失業算 去旅行大超資 甚至乎 如果喜歡投資 或者賭錢的朋友 今年就要忍一下手 其次受到炮尾空星的影響 今年容易會有幫助人 而招惹麻煩的情況出現 如果需要借錢給朋友 要非常小心 除了有機會有借武環之餘 分分鐘還會傷害到雙方的友誼 而做擔保更加不可以 因為容易會惹禍上身 淑羊的朋友 今年的感情道路比較崎嶇 不是那麼順利 幫助重重 容易會因為少少的意見 會令到雙方經常會有爭吵的情況出現 嚴重 會有分手的危機 所以要好好地去相處 互相引弱 希望可以平穩過渡到這一年 淑羊的朋友 今年容易會出現特別多的意外 和無妄之災 除了要注意飲食 要有充分的休息 好好保養身體之外 危險的活動 譬如攀石 騎馬 駕快車等等 就可免則免 因為今年的運氣 比較處於脆弱 身體容易會受傷 甚至苦 會有血干之災 所以都是小心預防一點 屬猴的朋友 在2021年的走勢非常之凌厲 可以說是十二生肖之中 數一數二最好 有多顆大吉星的拱照 個人處處 身邊會有很多的機遇 只要好好地把 今年絕對是一年豐收的年份 屬猴的朋友在事業上高 得到紫微和天月 這兩顆最大的吉星照耀 這兩顆是非常強而有力的貴隱星 代表高高在上的意思 在工作上高 容易得到上司 老闆的欣賞 甚至乎可以接觸到地位顯刻的人 容易得到他們的欣賞和提拔 令到自己的事業可以更上一層樓 所以要好好地裝備一下自己 迎接這個機會的來臨 屬猴的朋友 今年偏財運只屬一般 投資投機不會有很大的收穫 但今年的吉星拱照 所以今年在事業上高的努力奸運 是絕對容易有豐盛的收穫 即是今年的財運 是偏向努力工作而得回來 所以今年也是專注在工作上高 是最好的投資工具 屬猴的朋友 在感情上高得到天喜星的出現 天喜是一顆開心喜悅有喜順的桃花星 未有拖拍的朋友 今年很大機會會有姻緣 拍拖的會更加恩愛 但如果未有結婚打算 今年的親密行為 就要非常之小心 因為容易會有喜 相反結婚 如果想有小朋友 就不妨多努力 屬猴的朋友 在健康上高 受到天厄空星的影響 自己和家人 都容易會比較多小毛病 尤其是皮膚 或者腸胃的問題 特別要注意 所以縱使專心工作之餘 亦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 希望錢又賺到 健康又得到 屬雞的朋友 經過上年形態稅的影響 各方面都比較不順利 事倍功半 但2021年可以放心 因為今年容易會有好轉的跡象 所有事都會安定下來 漸趨穩定 攝上高得到象星的照耀 熟雞的朋友 特別有利從事紀律部隊 教拳 武術 等等 和武積相關的行業 其次 得到八座吉星的照耀 思想會清晰 頭腦特別敏銳 所以如果從事行業 是插畫 統籌 等等 用腦比較多的朋友 相對來說是特別有利 但同時受到浮沉空星的影響 浮沉 代表反覆不定 變幻無常的意思 很多時見到事情接近成功 但到最後會有很多波折 令自己功敗垂成 所以建議凡事要有兩手準備 以備不時之需 會比較好些 再加上非廉空星的干擾 在工作的崗位上 都容易招人妒忌 亦都容易 在無心之失的情況下 得罪了人成為排斥的對象 所以不如個份高調 謙卑一些 當做事小說話 就可以減輕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和誤會 熟雞的朋友經過上年型太歲的影響 錢銀好像過路財神 出多入少 今年可以說是正常一點 至少今年沒有破財星的出現 所以錢銀不會有失預算的情況 但今年亦沒有有利自己財運的吉星照顧 整體財運是比較處於穩定的狀態當中 所以不會有發大財的機會 如果有多餘的資金 不妨可以投資穩陣的籃籌股上面 希望可以積小成多 熟雞的朋友 今年的感情運是比較穩定的 處於無風無浪的一年 由於今年牛年的關係 雞和牛是有合的關係的 即是雞命人今年的人緣 是有向好的跡象的 因此難免會多了些應酬和活動 而忽略了另一半和另一半相處的時間會少了 不過只要拿回平衡 另一半就不會覺得你分量了 熟雞的朋友在健康上高 由於受到白虎和血印空性的傷害 身體容易受傷甚至乎有血缸之災 所以建議今年不要做過於劇烈的運動 尤其是帶有危險性的就更加不宜 建議可以去捐血 又或者入醫院做一些簡單的健康檢查去化解 大家看看 2021年屬九的朋友 型太歲 型太歲是屬於凡太歲的一種 各方面的運勢都會有大小的起伏 若有所失 做每件事都會有少少阻滯 要多花少少時間 氣力才可以完成 建議可以去涉太歲 希望將傷害性減到最少 熟九的朋友在工作上高 得到男性的長輩貴人提携和欣賞 所以如果上司或客戶是以男性為主 是非常之有利的 但要注意在工作上高要多些飲養和包容 因為今年在人際上高 容易出現爭吵或磨擦的情況出現 而影響到事業上高的發展 熟九的朋友得到福星這顆吉星的照耀 今年的手氣很好 好有抽獎運 所以不妨多些參加抽獎活動 甚至乎買下樂合彩 希望可以有些斬鑊 在感情上高受到寡宿星的影響 熟九的女性今年容易產生一種孤僻落幕的心態 縱使另一半很細心看護 又或者很關懷也好 都好像覺得越來越重隔膜 患得患失其實只不過是心理病 只要大家多些溝通 就可以減少這些負能量 熟九的朋友今年盡量少玩些高空的活動 例如降落傘 騎馬 攀石等等這些活動 其次受到披麻空聲的影響 披麻是有披麻大校的意思 要注意家人的健康 尤其是老人家 發覺如果他們身體上高有少少不妥 就要去求醫 希望可以大事化小 好吧 熟諸的朋友今年的運勢可以用平穩安定來形容 各方面都是比較按步就班 不會有出人意表的驚喜 亦都不會有強差人意的失望 既然不是很突出的一年 建議不妨可以進修一下 又或者參加一些興趣班 為自己裝備自己一下 增值一下 希望可以將來學而自用 熟諸的朋友在事業上高 如果從事神秘學問的朋友 神秘學問是指 原學、宗教、催眠等等這些行業 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成功 甚至乎容易出名 其次披麻星的出現 今年比較有利在工作上高變化不定 和經常走來走去的朋友 例如做運輸、速遞 會有好的發展 相反如果每天都坐定定 在同一個位置 沒有什麼變化的工種 今年只屬一般 屬諸的朋友 不論在正財和偏財上高 都是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 不會有很大的收穫 亦都不會有預計不到的大損耗 所以今年都是比較適宜儲蓄 多於投資 屬諸的朋友 今年感情路上 不可以說是開花結果的一年 密運中的朋友 關係依然會照舊 不會有太大的轉變 而未有拖拍的朋友 今年是播種的年份 在感情路上 今年要加倍努力 屬諸的朋友 由於受到吊合空聲的影響 今年會多了些探病問喪的情況出現 但不需要過份擔心 因為這些未必是自己家人 反而有機會是其他的親戚 或者朋友 不過什麼人都好 最重要的是 發覺如果自己身邊的人身體有小毛病 千萬不要忽視 盡快求醫 希望可以弱到病除 屬鼠的朋友 在2020年由於受到范太歲的傷害 所有事都好像諸多不順 但今年可以說雨過天青 各方面都有好轉的趨勢 簡直是脫胎換骨的一年 因為有多顆大吉星的眷顧 氣勢如紅 可以說是十二生肖之中 數一數二最好 屬鼠的朋友 在工作上高 得到天月貴隱大吉星的照耀 今年特別多人 會對自己工作上高的表現 會令眼雙腔 再加上蜜月吉星的出現 自己優秀的表現 會令到自己 在行頭裡瘋煌不露 明理雙修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把握這一年的優勢 其次 今年有好強的讀書考試運 得到文昌星的幫助 今年特別有書員 吸收力也特別強 自己學習氣氛比較濃厚 尤其是今年打算考試的朋友 得到這顆吉星的幫助 可以說是四倍功半 屬鼠的朋友在財運上高得到玉塘吉星的照耀 所以不妨可以買一下彩票 又或者輕輕投資一下股票市場 希望可以有所斬獲 屬鼠的朋友在感情上高得到碎合吉星的照耀 代表主宰今年的太歲星君都能夾到自己 所以除了人員特別旺盛之外 亦都有你感情的發展 革運的朋友會非常之恩愛 打得火熱 未有拖拍的 不妨主動一下多些出去 說不定可以找到合適的對象 屬鼠的朋友在健康上高受到病符胸聲的影響 今年特別要注意神 膀肝 鼻尿 苦科 或者情緒等等 這些健康上高的小問題 不過不需要過份擔心 因為今年的吉星比較有力 縱使出現都是小毛病